哈喽大家好我是日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迟到已久的 中秋月兔发型 要说这个发型有什么特别的呢 大概就是特别难吧 而且因为这个发型 我也是今天第一次做 所以我感觉有很多 不足的地方 如果说之后我找到了更好的方法 来做这个发型呢我也会再出一个改良版 那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来给头发分区 我们把头发分好区之后呢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要把后面的头发夹起来 我们把后面的头发夹起来之后呢就是这样的 接下来呢我们要汤出一个 蟹饼式U型假发片 然后我们 要把刚才流出来的这个头发 从上面开始 搓成一个无宫垫 大家都知道无宫垫怎么打吧 而且它得是单侧的无宫垫 我们首先像这场的打麻花垫一样 然后 从边上去搓搓放 放进来 这个单侧的无宫垫 它可以百度一样 如果说你看我的眼神看得懂的话 你也可以只看我的眼神 我们这个单侧的无宫垫 我们这个单侧的无宫垫 抽松一点 然后呢我们来把后面的头发 把它分成两部分 分成两份之后 把其中的一份继续 分成两份 然后把上面的这一份打成麻花垫 然后我们粘好这个辫子之后呢 先把它往上翻起来 然后用U型夹固定一下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辫子折一下 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发迹 也用U型夹固定一下 然后呢我们就得到了一坨这样子的发迹 我们把下面的这坨头发 要在这里扎一根平筋 再间隔一段长度的地方 这个地方再扎一个平筋 然后把它像这样子绕起来 然后把这个朵巴收回的地方扭一扭 把它藏起来 然后我们把刚才打 打好的这个无宫垫 把这一粗绕在我们的这个发迹上 再后固定好之后呢 这个发型是这样的 背肩可能不是很好看 我觉得这个发型会更适合 本身就是长头发的妹子 然后我们这边也跟这边一样 把它绑起来 两边都做好之后是这样的 因为呢我觉得这个假发的话 还是非常难控制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发型 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会再慢慢地研究一下 然后下次做一个改良版 然后呢我们可以穿上 自己喜欢的发饰 戴上发饰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了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内容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如给我一个长按点的三连 或者是 请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